一經過大埔時心都很難過 為何別人不遇上是我遇上 我兒子為何要浸繩 老婆為何要跳 30年前 原本在大陸做幹部的陳伯 隻身來到香港投靠他的叔叔 我80年申請 1984年才批准我 叔叔等不到我去了美國 自己一個人 既然過得來就沒有面子回去 遇到香港去酒樓打雜 努力工作十幾年 直到40歲 他終於成家立室 還生了一個兒子 當然好 40歲得子 個個都好像金波羅一樣 九七年七月十六號 下午五點 警察打電話 陳先生 你兒子淹死到九歲那年 遠過老婆 為何也不看著小孩子 後來他很後悔 2001年 調樓 這個時間長了以後 醫生說你的免疫力下降都很嚴重 不過身體很多病 他患上日光性皮炎 不可以長期接觸陽光 大部分時間都只可以在夜間活動 本來做保安 但是你拿那個保安牌的時候 他叫我出醫生證明 政府這條機器那裡 他說我們不出證明 平日生活的開支 只可以靠政府之助 你綜合我現在是 綜合五千多元 我現在住的劏房已經三千多四千元 八十呎 老人家去公園去哪裏 排排坐在這裏等死 想找人吵架都沒有 不要說我可以聊天 誰管你 我們是被社會遺忘的一個角落 你任何的社會都是不公平的 為何人家那麼有錢 為何人家那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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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人家那麼差 偏偏這些事情被我遇上 我真的想 我前世做了很多壞事 柳天爺懲罰我 你只能過人命安慰自己 逛下山 參加維園獎花 我們去不通 只能在黑夜裏 唯一娛樂 就是在街頭賣藝 現在每個星期 他都會有一兩天在大埔賣藝 希望和已經離世的兒子 有一些聯繫 是 一個兒子在大埔賣藏 我希望他會離他近一點 二十幾年 二十年 剛二十年 他應該都投胎 二十年一條好案 啥 你來看嗎 對 我選擇 他是 他 後續 我們 看看